臣经过案查 发现此案其实是肇事于查阵 果不出所料 你接着说 皇上 多年以来 茂岭镇灾两款成为地方官吏的生财之道 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区别只是在于数额的多少 而李玉昌一身的正气 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 才招致了杀身之祸 虽说杀害李玉昌的只是王深汉一个人 但是李玉昌得罪的 却是所有的地方官吏 因此这些人就勾结起来 编了一个弥天大谎来欺骗皇上 可恶至极 江苏之大 竟然容不下一个真正的清官 吏志竟然颓败如此 皇上 臣所说的绝无半句虚言 另外臣还担心 皇上派下去查办此案的官员 未必愿意让皇上知道此案的真相 屈恒啊 你和广兴都是朕的骨功之臣 理应齐心协力为朝廷办事 不要互相献计公解 臣知错了 臣只是担心而已 此案主谋为王生汉 主犯为王生汉及其长髓李祥 怀安之父王谷 收受贿赂 知情不报 当以同谋罪论处 两江总督铁宝 任内酿成残害朝廷命官大案 也应追起责任 你说完了 皇上 李玉昌命案的真相 臣已经禀报完了 不过臣还有一事要向皇上禀报 说 皇上 这是李玉昌的叔父李太清 送过来的经番 皇上 上面写的 皇恩浩荡 便泽苍生 这是百姓 在称颂皇上的大恩呢 那秦境高悬 昭雪陈渊 就是在称诉你和广兴了 很受用对不对 要不怎么会挂在马车外面 从江苏到山东 从山东到河北 从河北到京城 一路招摇过市 皇上 臣知罪了 那么这个案子 你办得果然很漂亮 配得上这八个字吗 一阵看 差得远着呢 朕问你 这个命案始于查阵 你为什么提都不提一句 据朕所知 牵涉到此案中的大小官吏 不在少数 为什么你只把王深汉 王谷推出来 把铁宝带出来的其他人呢 王日章呢 他身为寻抚 脱得了干系吗 他 他 皇上 汪日章 立志竟然败坏到如此地步 而且这就是在朕的天下发生的事 朕也配不上这皇恩浩荡 便则苍生八个字 朕惭愧之志 惭愧之志 你们呢 你们惭愧吗 臣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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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命案涉案犯案犯及官吏 判决如下 将王深汉 李强于 李渔昌目前处死 以未冤魂 赐王谷自尽 查莫家产 江宁故政使 杨户 属安查使 胡克嘉 据 革职遣送 和功效力 江苏寻抚 汪日章 革职回击 两江总督铁宝 革职发网 嫡化 效力赎罪 侵此 广大人 我查到向皇上告密的人了 试试 戴屈亨 如果是他 这件事情 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在江苏查案的时候 戴屈亨也在暗中查房 案子的全部情况 他也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赶在我们回京之前 把案子的实情 全部禀报给了皇上 这么说 在山阳 阻止亡谷 谋害王身汉的人 就是他 当然只能是他 当然只能是他 这个戴屈亨 如此的卖力 他究竟是何企图 依我看呢 他是想把两江 攥在他自己的手里 没那么容易 我苦心经营那么久 岂能鼓手向上了 那咱们就要赶快想想办法来 一定要抢在戴居亨之前 向皇上举荐一个 我们自己的人 一补两江总督之切 如果皇上准了 这个戴居亨之前 所做的一切努力 就是白费心机了 王氏璋是扶不起来了 这窃局之间 哪里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呢 这个合适发愁 想当官的人多了 你我要做的 就是挑一个听话的人 大人 怎么样 有什么新的消息 大人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还是未定之数 大人 您还有机会 这两江总督 可是个难得的飞穴 大人 且不可轻易放过呀 这个我心里清楚 谁都知道 要想得到这个飞穴 没有通天的路子 是绝对办不成的 对 眼下去要紧大 是要尽快搞清楚 哪条路子 更可靠 这何用问吗 当然是广中堂 你们见他现在是夺得宠啊 皇上什么事情不跟他商量 什么事情不倚仗他 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连带中堂都给他挤走了 你说 他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 走他的路子 应该是没有错 却以为 不全如此 带中堂 虽然放了外任 但是 这是皇上 在他和广中堂之间的 权衡之计 这与贬斥 并不相同 而且啊 水患 是皇上的心腹大患之一 派带中堂去治水 实质上 是伪能臣 以重任 使其 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皇上 早晚还会把他 找回身边的 据我所知 这朝中的大师 皇上 都还要 去征求 带中堂的意见 自从 带中堂 总理和公事务之后 这朝廷 和和督府之间的联系 是平凡得很大 这就足以说明 皇上 广中堂 和带大人 他们三人之间的 铁三角关系 并未改变 所以 大人要想走路子 这二人 还必须要艰苦啊 这么说 带徐亨的路子也得走 这就难办了 他们两个水火不容 掏好了这个 就必然得罪了那个 掏好了那个 就必然得罪了这个 这可如何是好啊 办法 还是有的 什么办法 你倒说一说 首先 必须要搞清楚 他们二人 各自的想法 偷其所好 其次 一定要做到 背靠背 绝对不能让他们 知道你在向他们的对头 是好 只有这样 才能是他们二人 都能在皇上面前 替你说话 投其所好 此即圣妙 广心善权贪财 我们只要有归附之意 再许学潜伯 应该能够打动他的 泰居亨 严禁务实 眼下朕专注于河宫 只要我们承诺 与他共襄 专注于治河大计 一定能够震忠下怀 这些都不难搬倒 只是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他们好像 各自已有人选了 放心吧大人 他们二人 是绝对不可能 达成一致的